究竟是怎样的惨烈局面 能让防守大使张海根 双手抱抱风陪一场 轻轻似打进大口红球 本影响顺势一脚踹闪库边的粉球和黑球 可惜未能如愿 于是看着两颗不离不弃的彩球 张海根动起了歪脑筋 一酷轻轻勾结粉球 顺势给戴尔安排上甘斯诺克 此时粉球和黑球紧贴库边 这里将会成为本局最大的看点 非常的精准 并且还不留机会 果然也是一位高手 小雪的 River 阿森的上冷静 没有了 这一道色 一道色 也有 骨头 到 一道色 那小会 黄球打走用绿球形成遮挡 带尔接杆分离角控制的十分到位 刚好踩着粉球边而过 同时又不破坏球形 西金斯第一次解球没有成功 这一杆斯托克应该是难不倒无师 估计他担心解得太正 下一杆继续被做斯托克 所以想解一个薄鞭 第二次成功解到 但西金斯并不满意 这个角度不用说 他已经摊上大事了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同样的位置 戴尔也给老张安排上一杆 看下海跟能否如戴尔一样 一次就解球成功 nice 同样是第一次尝试电铁道 老手过招 果然都是有来有回 老张远台收下 顺利交到绿球 此时篮球也在库边 并且也没有合适的角度 来处理粉球和黑球 看一下他如何来解决这个局面 5 9 法定人數不足 占一根14 但而第一次嘗試先碰黑球被打7分 雖然一來兩人就只下差1分 檯面僅剩的兩顆球對二人而言都至關重要 雖然一來兩顆球被打7分 解決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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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球因為可以緊張 高质量防守 反映颜色 张海根有时头大 比换了下层边裤勾走 这一杆如果一裤来解的话 就算解到也容易留下机会 第一次尝试三库线路没有成功 不是压力倍增 现在他落后7分 如果还是解球失败 台面将会延分 整个局面将会10分被动 第二次直接一库来解 就算冒着漏球的机会 首先也要确保解球成功 好在最后效果不错 解到的同时 本球踢到库边 黄并不作异 落后7分之后 mengsh5分之后 再次达到谈定 筒监狀 落后7分之后 晴制 点 1分钟 老张一边咬头一边叠叠不凶 就这么一脚就把黑球给穿进去了呢 因为黑球部位后 球形对他十分不利 美女裁判经过确认后判了自由球 难怪刚才戴尔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 原来是含有下文 西金斯还想挖坑 没想到又一次把黑球踹进贷 乌奈的抬根只能双手抱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开台球的同步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